你好,中美爭霸,喂,大家好 這套緬春街是11月24日的黃昏 喂,大家好 那,過去一個星期比較鬆一點的時間 比較重要的事件裡面,當然就是 特朗普的Twitter帳戶獲解封 短時間內他得負四散的湧蹬回來 他有八千萬的粉絲在關注他 封了之後 其實特朗普的人氣的確是很勁抽的 其實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真的要和你們討論一下 有些人說,特朗普必然會和他內部 新挖起的勢力是騙到飛起的 譬如說和Calvin McCartney 很大機會成為新任的眾議院長 又或者會和德桑蒂斯 會騙的 那一會兒我就會和大家討論 究竟共和黨會不會因為內鬥 搞到最後拿不回政權 贏不了總統2024年 稍後再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 也可以討論 其實剛剛世界盃開羅 卡塔爾這個國家真的挺特別的 裡面其實可以說是龍蛇混雜 成為各大勢力在剛剛那個邊界 或者一個中界的地方 譬如伊朗和沙特 一個是什葉是順利 大家可能經過卡塔爾 產生了很多磨擦 各樣東西 美國和中國等等 或者是俄羅斯 很多勢力都在裡面 一會兒和大家討論 在卡塔爾這個國家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受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以及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時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那我們就進正題了 那我們也提一提 其實我今天才收到的 其實美國在敘利亞偷油的情況 其實也是挺嚴重的 就是這麼大的國家 為什麼你要偷敘利亞的油 這麼無恥的呢? 人家沒有邀請你進入敘利亞 你說你在當地駐軍 你要生存 所以你偷一些石油來 滿足你自己軍隊運作的需要 各樣各樣 但是你說下去是不通的 沒有人邀請你來 你進來 你搶別人的國家資源 這些就叫無恥了 但是其實我們也提一提 敘利亞的內戰 其實最近都有一些變化的 因為土耳其 是不斷去攻打 黃色這部分的富爾德人 這些呢 是有一些淡紅色的 其實它代表的意思是 這些都是富爾德人的勢力 不過就跟政府軍的粉紅色勢力 就是政府軍在這些地方是有勢力的 控制到的 但是仍然是富爾德人的地方 其實土耳其當然是霸佔了諾色的地方 所以其實土耳其和敘利亞政府軍的關係不是很好 但是現在來說呢 可能就慢慢針對數 因為俄羅斯和土耳其好朋友之下 就只是說 要你土耳其政府軍 協助一起消滅 富爾德人的勢力 消滅了呢 我相信土耳其就肯走的 讓整個國家還給你敘利亞的 作為交換只需要敘利亞 富爾德人去死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這個 土耳其發生了恐怖襲擊 是富爾德人的策劃 在這個 那裡叫做 叫做伊斯坦堡 那裡發生了一個大爆炸 伊斯坦堡爆炸之後 炸死了很多市民 那些街上 所以土耳其就會又打 富爾德人作為報復 但是說完這麼多事情之後 其實我告訴你 富爾德人這股勢力 其實跟當年的伊斯蘭國 基本上是分不開的 伊斯蘭國想走的時候 換上富爾德人那件衣服 就捐到富爾德人那裡 所以富爾德人的勢力 跟美國人分不開 就是說其實 土耳其呢 現在大開撒界去劈那些 富爾德人 在敘利亞的富爾德人 其實等於直接劈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呢 就是留了跟富爾德人一起 所以才有空間去偷 敘利亞的石油嘛 所以呢 其實可以說呢 土耳其 跟富爾德人的關係呢 和美國的關係呢 可以說差無可差 表面上大家都是美國 跟土耳其 大家都是不約盟友 但是美國就是始終 心心不適地 想支持富爾德人 因為富爾德人 可能也都沒有猶太人滲透了 可能很多富爾德人 實際上是一些猶太人來的 可能是混種也好 什麼也好 所以呢 這個形勢上 可以說土耳其 跟美國的關係轉差 所以會 剛才會看到一些新聞 喂 人家也是放出來告訴你 喂 死人了 土耳其 炸富爾德人 然後讓美軍都沒有口味 好吃的意思 那就提一提給大家聽 其實也順勢不如說說 這個 卡塔爾 卡塔爾這個國家比較有趣 因為卡塔爾這個國家 剛剛 現在就舉辦世界盃 大家萬眾 瞭目 其實卡塔爾這個國家 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它現在有260萬的人口 或者更加多 那些人口 裡面只有31萬人 是原有卡塔爾的公民 即是那些阿拉伯人 其他那230萬呢 全部都是 外國來打工的僑民 就是說呢 其實卡塔爾這個國家 都不明白為什麼可以生存的 他只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原本只有幾十萬人 可能已經是不斷結婚生仔 擴充出來 就是說這個地方 原本只有幾萬人左右 因為在中東地方裡面沒有什麼水 只有沙 但是可能在英國的支持之下 他不想 沙特拉伯人控制這麼多 波斯灣的時候呢 就挑釁一些阿拉伯人的一些暴族 就自己建立了卡塔爾這個國家了 那麼2、3 可能最初只有幾萬人 經過很多代後 膨脹到三十幾萬人 但是三十幾萬人 根本是避死這麼多人而已 所以就找了很多僑民進來 去建設 那這次呢 卡塔爾一個這麼小的國家 可以建立了八個場館 做這個世界盃的分組賽 其實很多時候呢 當年呢 搞世界盃來講呢 日本南韓都蓋不了這麼多體育設施 那麼蓋不了這麼多體育設施 就要去日本南韓合辦了 這些都聽不少 這些情況是 兩個國家去合辦的 那下屆世界盃呢 將會形勢更加改變了 好像就說呢 在北美搞 就是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搞 但是呢 今屆是32隊 下屆是48隊 但是比賽的日程呢 的長數是一樣的 因為呢 下屆來講呢 就分為16個小隊 每個小隊呢 會組 每個分組呢 會組呢 只有三隊球 三隊球只有一隊球 可以生存 故事是這樣 所以呢 下屆世界盃呢 下屆世界盃呢 可能就沒有今屆世界盃 這麼詭異的賽果 因為呢 今屆世界盃就是說 喂 你是四隊球 四隊球裡面呢 有兩隊可以 晉級打16強 但是我四隊球裡面 打這個分組賽裡面 有六場球的時候呢 因為那個淘汰的性質 沒有這麼厲害 那麼你四隊裡面 有兩隊可以生存 那就可以打六場球 那麼其實呢 阿根廷呢 只可以呢 玩賭球的 第一場球輸完之後呢 第二第三場球都贏了 他仍然是 很大機會呢 可以出線 但是第一場球大家都買你 喂 阿根廷贏了 他就可以夠膽死 輸給你沙地 這些事情真的 那我就告訴你呢 未來的世界盃呢 下一屆就已經變了了 但是下一屆來說呢 就是說 喂 因為有16個比賽場地呢 要美國加拿大加 加密西國 我記得是2026年是這樣安排 我怕我記錯 但是不要緊了 就是說呢 未來的世界盃呢 是應該 不止一個國家可以頂得順 因為 要用16個大球場 成為呢 一個比賽場地 很難做16個出來的嘛 比較麻煩一點 提一提就是這樣 但是呢 你可以說了 卡塔爾這個國家呢 搞世界盃真是很詭異的地方 因為第一 平時世界盃呢 應該呢 是夏天搞的 但是現在改了去11月 的原因就是卡塔爾太詭異了 它是一個沙漠的地方 但是有些人就說了 這個的國際奧委會呢 是收了黑錢 所以被卡塔爾去搞 就算熱到飛起 都被他搞 而且呢 這個11月呢 搞這個世界盃呢 是逼了很多歐洲的聯賽呢 是關閉了六個星期 去就這個世界盃 那就是呢 很奇怪的事情來的 以往都沒試過 叫那些歐洲國家 放棄自己運作聯賽 去停錄的星期 去就你卡塔爾 但是聽聞就是 可能卡塔爾很多錢 那些錢很多 那卡塔爾呢 在歐洲的球壇都很出名的 就是卡塔爾呢 是扔了很多錢 好像扔了20億英鎊 運作了幾年 這個巴黎聖入爾門 就是這個呢 是卡塔爾這個世界上 一個很特別的勢力 他可以投招很多錢在歐洲 另一邊呢 他跟其他中東國家呢 又翻臉了 在2017年曾經呢 是斷交了 在這次打世界盃的情況的時候呢 也都跟歐洲國家很多的 的矛盾 因為呢 很多歐洲人呢 就支持同性戀的 那他們呢 走到卡塔爾的時候呢 就去吵架 就說 喂 我們這些同性戀者 變性人 喂 我可不可以去卡塔爾啊 這樣 卡塔爾說給 不過你不要 教壞當地人 那些同性戀者 就已經要咪咪鬼叫了 那些人妖 那些跨性別人士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是美國原子能機構的 深任副部長了 他穿一條裙 但是整臉鬍 撐你這樣 那你有鬍的 你有沒有吃女性行義務呢 沒有 那但是他是一個男人 就是拉這條裙呢 可能很紅豆豆那種呢 發發聲撞死人那種也可以 但是呢 他就是喜歡穿這條裙子 吹什麼這樣 但是這傢伙就搞到自己鬼靈精怪呢 就因為拜登喜歡這些鬼靈精怪的人 就可以做 美國原子能機構的深任副部長啊 那麼 還有一張照片 其實我以前也很想給大家看的 這傢伙呢 就是這個美國的四星將軍啊 那但是這傢伙呢 叫做什麼 雷徹爾啊 旁邊的就是雷徹爾 那這傢伙呢 這傢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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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四星將軍呢 其實呢 他一天當兵都沒有當過的 他是一個醫生 後來服務了美國軍部 也是一個醫生 沒有打過仗 但是因為呢 他不知道十年前呢 就決定呢 他的職業生涯沒有什麼做 那麼他決定呢 就切了自己的陰境 就做變性 但是一做他 即是四十幾歲 結婚了 生了孩子呢 看到沒什麼心機想做男人 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突然間他變成性之後呢 他的仕途呢 就突然間坐訪戰那樣升啊 那麼一個沒有打仗的人 無端端變成四星上將 就因為他肯切笨咒 真是變性啊 總之呢 美國那邊 或者歐洲那邊 很多人罵卡塔爾 就說 喂 你這麼不鼓勵同性戀 那些同性戀者 去到那裡有這麼多禁忌 現在這個世界盃 喂 你們這些垃圾中世紀國家 這樣罵他的話 即是卡塔爾這個國家 真是很有趣 他又要保持傳統的性道德 那麼他 又 勒興了 西方的那時候 但是另一邊呢 他又不會亡國的 他只有三十幾萬公民 加二百幾萬的 那些打工的僑民 即是打工仔 二百幾萬人 就砰石仔 起野那類的 那其實不是忠於你的國家的 那你只有三十幾萬人 才效忠你的國家 是不是 那三十幾萬公民 那別人一個 小小都滅了你的國家 是不是 喏 卡塔爾這個國家呢 很有錢 但是很弱 但是為什麼他能生存到呢 第一 他就真的有一個很厲害的 天然氣田 這個天然氣田 叫做南帕爾天然氣田 這個伊朗的叫法 那麼呢 卡塔爾叫做什麼 北部油田 北部天然氣田 但無論如何都好 這塊東西呢 粉紅色很大塊 灰色是他的角度 但是粉紅色在海上面 這一塊就是天然氣田 天然氣田大部分都是在他那邊的 但是現在呢 澳湖戰爭打完仗之後呢 有點炒 歐洲就沒有什麼天然氣 所以呢 卡塔爾把天然氣液化了之後呢 其實賣到很貴的錢呢 就更加發達了 其實卡塔爾本身就是天然資源很厲害 但是呢 卡塔爾因為有這麼多天然資源呢 那他還是會怕 喂 呃 他都需要別人的保護 所以卡塔爾呢 當地裡面呢 是有一個美軍基地的 這個美軍基地呢 可以說是在歐洲裡面呢 很重要的 如果你打烏代德空軍基地 那你就會找到的了 那麼這個烏代德的空軍基地呢 其實呢 就是在美國來說呢 在中東裡面一個最重要的空軍基地 其實呢 很明顯的了 在 這個沙地來講呢 長期呢 都是在歐洲 在這個中東來講呢 不算是絕對效忠你美國的 所以 有一個這樣的軍事基地 在卡塔爾呢 可以呢 看著伊朗 又看著沙地 沙地和伊朗呢 夾著中間呢 在卡塔爾的時候呢 因為美國保護著他呢 卡塔爾就好像一個寶寶仔 拿著很多錢 本來呢 應該被南北兩邊隨時吃了他 但是因為美國呢 伸手保護他呢 他就死不去 但是另一邊呢 因為他 是有 用來援衝著伊朗和 沙地之間的一個關係 而且呢 卡塔爾雖然有美軍的基地 但是卡塔爾是和伊朗很好關係的 為什麼很好關係 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呢 這個油田呢 是大家 橫跨伊朗和卡塔爾的 天然氣田 所以伊朗和卡塔爾一起合作 去賺錢呢 大家就沒有爭議了 因為呢 下面的地底是通的嘛 天然氣 所以呢 卡塔爾找到的話呢 都要大家一起合作 跟著做了些營氣之後呢 可能是兩份 兩份分錢那類東西 所以呢 卡塔爾絕對和伊朗呢 是好朋友的 但是由於卡塔爾呢 好朋友伊朗的時候呢 2017年呢 就激怒了沙地和一堆海灣國家呢 或者阿聯酋那些呢 全部就斷交 但是幾年之後呢 其實那個拜登上台之後呢 由於沙地呢 和拜登的關係極差的時候呢 沙地呢 就不再封鎖卡塔爾了 其實這個國家呢 都頗特別的 大家 都可以留意的 那 好 那我們呢 不如轉話題吧 說回阿特朗普呢 重得這個Twitter的帳戶 其實呢 當然 很明顯就是美國軍方呢 討好特朗普的 因為美國軍方的代理人就是 Eon Mars 馬斯克 馬斯克控制了Twitter 其實Twitter 其實放多一年才買呢 Twitter的價錢肯定便宜很多 但是問題是 馬斯克不可以2023年買Twitter 因為Twitter 買了之後 可以在特朗普結束中期選舉裡面 馬斯克可以向特朗普 提出橄欖枝的一個重要工具 如果2023年才說買 特朗普可能 他可能 他可能 真相社交軟件 可能站得更晚 所以他要在 特朗普自己手上的軟件 推廣得更好之前 Eon Musk一定要代表美國軍方先買了Twitter 就算是很貴,440億都不來 Eon Musk這次討好特朗普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發起一個投票 24小時而已,24小時內 有千多萬人去投票 大部分都是贊成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的實力真的很厲害 其實這件事是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特朗普是一個 特朗普是一個 代表著紅撥紙的一個民間的Figure 這個Figure現在變成了很值錢 因為特朗普是說話的方法 是令到很多這些白人低學識的階層 他們經歷就是說 喂!美國去工業化,令到他們沒有一口好吃 很難找工作 特朗普是掌握到和這些平民 可以共通的言語 因為大家 可以說溝通到 可以說是對的 所以他得到這些紅撥紙很瘋狂的支持 問題是說這些紅撥紙是什麼性格呢? 當然就是我信基督教,但喜歡拿一支槍 就是很傳統的一個美國人 不是很聰明 我粗粗老老 是吧? 但是特朗普有很多缺點 年輕人 他是一個地產商 以前很喜歡玩女人 但是什麼都好 但是他說的話 他明白我 就是適合我河車 就算你爆他怎麼漏稅 怎麼玩女人 我們這堆紅撥紙都不會介意的 那就是 特朗普就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如果特朗普脫離共和黨的話 共和黨一定會輸的 如果特朗普脫離共和黨 那就是大家攬插而已 你特朗普裡面這些 拿著黨機器的人 譬如說 是Calvin McCartney Calvin McCartney就是這樣 他如果跟特朗普反面 特朗普脫黨參選 你去支持德桑蒂斯 最後結果呢 就是德桑蒂斯和特朗普一定攬炒 其實現在的形勢呢 就是一定 共和黨不敢得罪特朗普 只是逼特朗普一定要 按照憲法的修正案 好像是1940多年 就是那個 杜魯門 在羅斯福死了之後 發動這個第22的 美國憲法修正案 就是肯定了 以後美國總統最多做8年 特朗普做完4年之後 另外那4年 就輸了 他們公司這樣叫 特朗普不承認 那麼特朗普如果再選舉 又贏了的話 特朗普只可以再做4年 而德桑蒂斯一定是想著 2028年或者29年上台 其實現在的形勢呢 是共和黨可能未來 當政連續12年 德桑蒂斯很大機會 在計算特朗普之後 都吸收了特朗普的票 因為特朗普如果贏到2024年選舉 只可以做4年 他一定要有個接班人 那個接班人 現在共和黨就是硬性 就說要麼攬炒 要麼大家合作 合作了你還要必須 雅塞德桑蒂斯做他的副首 做副總統 跟著 完了4年之後 德桑蒂斯以太子身份 乘計特朗普所有的資源 而估計呢 德桑蒂斯會接得穩 而且做多8年 為什麼我會這樣 預測未來12年都是共和黨天下呢 就是兩年之後 會有連續12年的共和黨王朝呢 主要原因是 原來民主黨裏面 太多 太多這些妖怪 為什麼有這麼多這些妖怪 這些不男不女的物體呢 因為其實 民主黨裏面有很多正常人 但是那些正常人 已經全部走了左翼 說要求加稅 所以呢 Deep Stay只可以捧這些妖怪 不男不女的人 但是這些不男不女的人 是沒有可能選贏美國總統的 所以 就唯有找些老爺 就找了拜登 但是未來如果這樣的情況 如果民主黨 死了那些老爺 徹底左翼的話呢 那些財田和Deep Stay呢 唯有就撐一個人而已 就是撐德桑提示 現在美國呢 一定是鐵定向右轉 先說到這裏